大家好 众所周知呢 我们即将在全国范围内 恢复了这个全面封锁 就是我们的行动管制令 这也意味着我们更加多人会居家工作 在此视频呢 我想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买到最便宜的LG29寸 超框显示器 那我也在这个视频会分享我的 开箱体验以及使用过后的感想 那么您可以用 大概800到900令吉 的价格购买到这个29寸的LG显示器 那在这个视频的后段呢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要如何用更低的价钱 买到这个647 那这个商店我购买的商店的连接也会放在那个 语言区那边 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这个显示器呢我是在大约5月5号的时候购买 然后大约 5月8号的时候收到这个 显示器 那就给大家看看那个开箱体验吧 那这个视频呢是我当时候刚收到这个 显示器的时候所拍下来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这个这个开箱中呢 其实那个卖家也是很好 他有把把那个包装包成了几层 保护这个 显示器的盒子 那他有在盒子上面放这个 这个好让那个输送人员能小心 意义的把它送过来 其实收到这个这个 这个显示器的盒子 其实还 还保存的很完美 没有一天 那些 凹凸 不平啊 等等或者被压扁的这种 情况 所以我就非常开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的显示器的 型号呢是 29WN600 那大家在买 这个显示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看一下 你要选择型号是什么因为他其实 29寸的超矿显示器来说他也是有 不同的型号 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 生产那他里面 显示器的功能也有不一样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很多小零件 都已经包装好在那个 视频里的有那些 Power Cable 然后HDMI Cable 然后还有那个CD里面装这是User Manual 然后一些Warranty Card 然后安装的 小车子教你如何安装的小车子 以及他的那个显示器 脚的零件 那大家只需要照着这个小 测子去安装就行了 登登登登 这个就是 这29寸的超矿显示器啦 那我就把它翻过来安装 大家只需要照着这个 安装的小车子就很容易的安装 那些小螺丝啊等等都已经准备好 大家只需要 找你们的那个Schoolriver 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那这个脚呢其实是分成三个小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横下来的那这个横下来的呢 啊就是要把它装在那个 显示器的的尾端 那只需要锁紧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就是那个他的脚 那他脚呢就是连接到那个 刚刚安装的那个横下来的配件上 那其实我蛮喜欢他的 这个 配件的颜色因为他显得 啊 和class 很好看 screw 安装的 紧一点 就可以了 那第三颗配件呢其实他只是一个盖子 把你刚刚装上来的那个位置 盖好 就很好看 登登登登 完成啦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上面有 几个不一样的port 第一个是Displayport 然后里面还有两个HDMI 一个Audio In 以及一个 External Power 进来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安装了完之后我就直接来这里测试了 那请大家 不用在意那个上面的Walkan他其实不是跟着一起来的是我自己另外买的 那我接了之后我就尝试做一些 啊 影片剪接 video editing的一些 嗯 工作 然后我觉得做起来真的是超级方便因为他 框 所以你会看到更加多的东西 那在做这个剪接当而我还有自己的这个Laptop这一面 去做我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那大家如果不需要做影片剪接的话大家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工作室 那其实这个超框呢他可以 放很多 不一样的Windows在一面 让你工作起来真的是非常 方便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超框的显示器里面 就已经放了两个Windows 再加上我的电脑三个Windows 我可以非常轻松的refer一些东西 在写写不一样的程序啊然后再做Testing啊等等 真的是超级方便 超级爽 那么使用了几个星期过后呢 觉得这个显示器超框的显示器真的是很好用 那么他有一个 内置的扬声器就是speaker 还有一些额外的功能 比如说那个十字 准线 就是那个所谓的cross hat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 游戏玩家 你常常玩那种设计游戏的话这个cross hat的 的 功能真的是会帮助到你 设得更精准 那他有另外一个 额外的功能就是 如果你把两个电脑 连接到这个 显示器上 然后 同时这两家电脑也是 连接到你的 电脑的 电脑 那么你可以使用 一组的 键盘和 滑鼠就能操控这两架电脑 那么这个也是他其中一个 厉害的地方 总的来说 你这样的价格 一些要如何 用更低的价钱来购买 的一些 小技巧 那么首先呢建议大家可以等到有lazada bonus的那个 节 时段 那么这个lazada bonus呢 会把你所 购买的产品 就是每 100令吉呢 他都会多扣了10令吉 这样一来呢你可以 节省高达80令吉在这个显示器上面 那么在第2个呢就是 你可以在那个credit card sign up 就是你的信用卡 当你签一个新的信用卡的时候他们都会有那些优惠呀 那么这个优惠呢 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他们给出了一些lazada或者dash&go的bouter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用这些 优惠 去购买你的 这个显示器了 那么如果大家可以 用我的link下面 description下面的link呢 可以 去签这个citibank 花旗公司的信用卡的话 如果你是完全是一个新的用户的话 那么你可以获得高达 350块的dash&go 那么你就可以 少出这笔钱啦 当你购买你的 显示器的时候 那么当然如果你不要citibank你可以去其他的 平台比如Rengeplus或者comparehero 去找寻看他们有做了什么促销在这个 注册的优惠 上面 他们会给了一些奖品啊还是什么礼物等等 那么 千万千万大家千万要记得呢 在注册之前呢 请 阅读他们的那个 优惠的 条款和条件 因为不是每一次的 注册他们都会给 一定会guarantee给你这些礼物 所以大家必须去 阅读过他们的那些条款和条 条规 那么我就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结束 大家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